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北约代号乌牛 由卡莫夫设计局研制 在俄罗斯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有40多架在服役 装备到驱逐舰 巡洋舰和航母上 您想认识一下卡两期反潜直升机的加作史吗 想知道它的基本情况吗 想知道它的结构与性能吗 如果您想知道 本次课带您走进俄罗斯舰载反潜机的世界 为您揭开卡两期反潜直升机神秘的面纱 再讲本次课之初 制定一下学习目标 一共三条 分别是 一 探索卡两期直升机家族史 二 记住卡两期反潜直升机基本情况 三 分析卡两期反潜直升机结构与性能 当您明确了本次课的学习目标之后 接下来要学什么内容 您就该清楚了吧 在讲本次课主要内容之前 出一个小问题 来考察一下您对卡两期反潜直升机前期认知的储备情况 这个问题就是 卡两期直升机起轮架的形式为什么样 选择题 A 前三点式起轮架 B 后三点式起轮架 C 不可收放的四点式起轮架 D 可收放的四点式起轮架 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您不清楚 没关系 通过本次课 这个问题将得以解决 通过本次课 刚才我们制定的学习目标将得以实现 我们首先探索一下 卡两期直升机的家族史 卡两期直升机由卡莫夫设计局研制 1969年开始设计 1974年12月 卡两期直升机的原型机首飞 上个世纪80年代初 这种飞机研制成功 并投入生产 1982年开始服役 卡两期直升机家族比较庞大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的出口型就是卡两八 卡两八与卡两期不同的地方就是装有敌我识别系统 和机身内部有一个4470升的内部油箱 卡两八出口到中国 印度 越南 叙利亚 南斯拉夫和古巴等国家 卡两期家族史中还有一款直升机就是卡两九 卡两九是改进卡两期的海军武装运输直升机 卡两九用于将海军陆战队步兵和装备从舰艇上运送到地面作战区 提供火力支援 在卡两期家族中还有一款用于警戒的直升机就是卡三一 卡三一实际上是由卡两九改进而来的 卡三一不仅在俄罗斯服役 它在印度也服役 印度从俄罗斯购买了14架卡三一 装备到印度的驱逐舰和航母上 这就是卡两期直升机的家族史 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卡两期反潜直升机的基本情况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它是一组双旋翼共轴的直升机 这种直升机比较小 飞机高5.4米 悬翼直径15.9米 折叠时飞机长12.25米 这种直升机正常起飞重量11吨 最大起飞重量12.6吨 飞机最大外部挂载载荷是5吨 该飞机装有两台乌龙轴发送机 在空中飞行时的最大时速是270千米每小时 飞机巡航时速是230千米每小时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在空中 爬升的时候 最大爬升率是12.5米每秒 飞机的作战半径320千米 在反潜的时候 这种飞机作战半径200千米 转场航程1200千米 该直升机续航时间4.5小时 实用声线最高飞6千米 悬停高度最高是3.5千米 这就是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它的基本情况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它的结构性能又如何呢 荷豹之木 生于好墨 九层之台 起于雷土 千里之情 始于足下 细节决定成败 我们看一看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它的结构与性能 首先我们先看一看 机身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它的机身是半硬可视结构 机身两侧有冲气腹筒 机身上装有冲气气囊 腹筒和气囊可以保证 舰载机 如果在海上飞行的时候出现故障了 那么它可以迫降到海里 而不至于坠入大海里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它的燃油箱 在座舱地板下面 和机身中央两侧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它的起落架 是不可收放的 四点式起落架 装有油气减震器 起落架 是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在界面上停放和移动时 所用的装置 讲到这儿 我们在本次刻之初 提的那一个问题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它的起落架形式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 你是清楚了吧 是不可收放的 四点式起落架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它的前起落架 可以自由转向 后起落架支柱装在 竖轴上 使主机轮向前转动 这就是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的起落装置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在机身上方 有两台发动机 发动机的型号 是TV3-117KM 它是涡轮轴发动机 单台功率 1.66MW 这两台发动机 并排安装在机舱上方 悬椅之前 在该发动机右侧 发动机舱整流灶 后方安装有辅助动力装置 该辅助动力装置 可以使直升机 在地面上或者界面上 工作的时候 而不需要辅助的 液压设备等等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它的旋翼比较特殊 与美国的是不一样的 美国的是 戴维奖的单旋翼直升机 或者是并列式的 双旋翼直升机 或者是串列式的 双旋翼直升机 而俄罗斯的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它的旋翼是 共轴的 双旋翼直升机 它有两副 全角结式三片桨液 共轴 可折叠 反转的旋翼西特 共轴就是 上旋翼和下旋翼 在一个轴上 可折叠 在停放的时候 它的旋翼可以向后折叠 减小飞行甲板上的 停放空间 反转 就是旋翼 一个正向旋转 一个反向旋转 卡两期反潜直升机 在空中旋停的时候 不受风向干扰 它的奖业装有 电热除兵系统 在高空飞行 高空比较冷 容易结冰 那么它有电热除兵系统 可以使悬翼 不结冰 开浪机反潜直升机 上边的成员 有三名空气能源 包括驾驶员 战术协调员 和反潜系统操作员 机舱内 可载作战设备 货物和16名乘客 开浪机 反潜直升机 它的电子设备 比较先进 在该飞机的机头下方 安装有搜索雷达 和还有敌我识别器 在该飞机的屏尾上 装有两个雷达 构警天线 后机身及其尾部 装有电子支援天线的整流杖 卡量机反潜直升机 它的使命任务是反潜 因此 它装的武器系统 主要是以潜艇为攻击地下 卡量机反潜直升机 装有VGS-3调放式声纳 该声纳可以引导直升机 飞向敌潜艇上空 进行攻击敌方潜艇 同时 该飞机还装有磁翼探测器 用于探测潜艇 该飞机机身 还装有16到24个无线电 声纳浮标 如果某片海域有敌方潜艇 那么该直升机就飞往那片水域 然后往那片水域 投放声纳浮标 一个声纳浮标的探测半径是 10千米 在这片水域 投放十几枚声纳浮标之后 就形成一个阵列 当潜艇进入这片水域之后 那么声纳浮标就探测到潜艇 然后就把潜艇的方位 深度 距离的信息 传给直升机 然后直升机就飞到这个地方 投武器 把该潜艇给攻击掉 那么 卡两栖反潜直升机攻击潜艇的武器 主要有一枚406毫米的自导鱼雷 还有一枚火箭弹 还有十枚炸弹 这就是卡两栖反潜直升机 它的武器系统 下面这段视频介绍的就是 卡两栖反潜直升机 请大家欣赏 卡两栖反潜直升机 講到這裡 本次课即将结束 在本次课结束前出一个小问题 来考察一下您对本次课的学习效果 这个问题就是 减速卡两期直升机的家族史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 这个问题相信您迎刃而解 最后我们对本次课程进行一下调节 本次课我们讲了卡两期反潜升机 我们首先介绍了卡两期升机的家族史 然后我们对它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介 之后我们分析了卡两期反潜升机的结构与性能 本次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